中国女排1比3惨败出局后 央视加人民日报系列发声 林盈摊牌表态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最近的中国女排在土耳其 打响了我们在四联赛总决赛的比赛 最终呢经过四盘的争夺 中国队呢还是因为实力比不上对手呢 很遗憾输给了意大利女排 无缘最终四联赛总冠军的争夺 这次中国女排1比3惨败出局之后啊 那么在结果出来之后呢 有些球迷其实说实在的还是有些不满意的 因为在过往的中国女排 其实大家已经习惯了 我们动不动就拿个亚洲冠军 哪个世界冠军 或者说哪个奥运冠军 那么现在呢居然说 连我们的手下败将都打不过 连这一次的一个四强都闯不进去的话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确实一时之间的难以接受 这样的结果 那么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呢 在看到整体的战果不理想之后啊 那么确实有些球迷呢也在网络上 提出一些批评和质疑 包括对一些球员的整体表现呢 也不是特别满意 而在这一次的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除了球迷提出一些批评之外的话 包括我们的两大官媒 央视以及人民日报呢 也是在社交平台当中 犀利发声去评价了这一次 中国女排整体旅程的一个表现 当然从他们这两大官媒的表现评价来看的话 这一次他们呢并没有对中国女排提出过度的一个批评 而是呢给出了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评价 在他们认为呢 大概的意思也就是化作为两句话 这一次中国女排已经挺进的总决赛非常的不错 那么虽然说输掉比赛 但是我们已经起到锻炼队伍的一个目的 那么他们这两个官媒要表达的一个态度呢 大概就是如此 那么按照他们这两个媒体所说的一番话 一番观点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这一次中国女排已经初步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虽然说没有拿到冠军但是也不算是留下太多的遗憾 因为在我们出征之前呢 蔡兵曾经接受采访表示 这一次中国女排过来有两大目的 第一个呢是进行练兵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实力 选拔出一次比较稳定的首发阵容 第二个呢就是争取打出中国女排的精气神闯进总决赛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不管是锻炼队伍 还是进行练兵打出我们中国女排的精气神呢 总体而言我们还是算是初步达到了这些目的 达到了锻炼队伍的一个目的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对中国女排而言呢这一次比赛也不算是留下了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虽然说在比赛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包括中国女排等一众主力球员呢也是 低着头看起来比较沮丧 那确实呢没有能够拿下胜利呢相信大家拼到最后呢都是有些无奈有些难过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根据我们整体的一个分析呢 其实中国女排这次也确实就像两大官媒所说的那样呢 已经达到了锻炼队伍的目的没有留下 太多的遗憾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那么其实林盈对本次 比赛的一个表现呢 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难过 他说虽然说留下遗憾但是总体而言呢 自己也算是打出了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他也说呢得到了对方主帅的一个认可 那么对于林盈来说他也表示说接下来的话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也感谢那些的批评 去谩骂自己的那些球迷 希望后续能够继续努力获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从目前林盈的表态来看呢也看得出来他现在呢对整个自己的一个表现的话 有不足但是也有肯定的地方 他希望之后呢能够跟随球队一起获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其实林盈的这样的表态也是我们所有球迷心中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我们希望这一次我们达到锻炼队伍的目的之后呢 在后续能够继续再接再厉 争取在市井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